Bismillah wa alhamdulillah, wa salatu wa salamu ala rasulillah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ajma'i, amma ba'd, as-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而在中世纪的时候,这甚至成了一种学科,叫做炼金术 所以炼金术师们深信这是可能的,并且投注了无尽的时光,网图将之,变为现实 实际上这种器具确实存在,不仅存在,每一个人都出手可及 但是很多人都对此置若网闻,视而不见 那就是逆业,举意 得了吧,你也许会说,那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你说得对,它们确实不同 因为这一器具不会化铁成金或者点石成钻 或者让任何暂存的材料成为另一种暂存的材料 但它能使日常生活中的平凡行为成为永存的善行 继而使人进入永恒的天堂 饮食、穿衣、锻炼、学习、社交、发文、睡觉等等这些行为都会消逝 正如今世生活中的一切事物 然而,当这些行为穿过这一转换器 也就是逆业、举意 它们就能变得无价且永恒 正因此,先贤们从未关闭过这一转换器 它们确保它时刻运转,以转化一切 他说,我睡觉也礼拜 但是我盼望阿拉在我睡觉的时候回赐我正如他在我礼拜的时候回赐我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确保自己在睡眠中添加了举意 他的睡眠是为了恢复能量以便更好的去崇拜 因此,摩扎, رضي الله عنه,期待他睡眠的每一秒都有回子 他说,我希望伊斯兰的一些学者们 能够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教人们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树立举意 专攻此项教育而不做任何其他工作 他希望有一些专门教人们如何建立立业的一些专家老师 这是因为很多人的失败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举意的缺失 所以哈利哈木特提到有一次他的一位老师跟他分享过这样一件事 就是他的这个老师和另外几个人在野门的一位学者家中同坐时 有人敲门,他的老师说,我起身去开门 但是那位学者拦住了我,并说,你去干嘛 我说,我去开门 他说,仅此而已吗?我说,是的 他说,那么还是我去开门吧 于是他开了门 当他回到这个哈利哈当中 这位学者说,你的举意只是要开门 所以我让你坐下了 而我呢,我举意去援助我的兄弟 践行向他微笑的盛行 向他质疑Islam的问候 践行握手的盛行 在我身边为他腾出地方 践行款待客人的盛行 然后他继续地罗列了一共大约四十项不同的令言 四十项举意 真正喜爱阿朗 的人会在生活当中 任何平凡普通的行为中 都以阿朗的喜悦为目标 而当他们忘记这样做 他们会忏悔,仿佛犯罪了似的 作为一种练习 聚集你的家人或朋友 然后在一张纸上列出这样三列 早九点至下午五点 下午五点至晚上十一点 晚上十一点至早上九点 然后开动脑筋 集思广义 列举出人们在这些时间段内会做的各种行为 多多益善 小到哪怕如厕之类的细节也不要放过 当你完成后 讨论如何为其中的每一项行为 都附上Islam的举意 将这一盛行融入生活 并非朝夕所能够完成 这需要练习 直到一个人能够在每一项行为前 暂停思考 并且冷静地审视自己的动机 久而久之 他最终会发现自己的起居 交易 言辞与沉默 怒气与平静 他的饮食出入 都伴随着明确的举意 也许当我们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后 我们会对那则著名的圣训 有了崭新的认识 任何行为都取决于动机 每个人都可获得他的意图所决定的 感谢大家的收听 جزاكم الله خيرا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